主料,鸡蒸300克,补量,油,盐,洋葱,自然,辣椒粉,芝麻,准备时间,10分钟内,制作时间,10分钟内,鸡蒸切片,洋葱切丝,锅内放油烧热,放入鸡车片,大火爆炒至鸡车表面变色,放入芝麻自然,辣椒面,继续大火爆炒至辣椒自然芝麻出香,放入洋葱丝,翻炒均匀, 加盐调味即可 烹饭技巧 1.鸡蒸里面的黄膜,一定要去掉 虽然现在市场买的鸡蒸都是处理过的,但个别的鸡蒸里面的黄膜并没有全去掉 买回家后一定要逐个的检查一下 2.把买回来的鸡蒸抱进冰箱冷冻式动印再拿出来切 这样切薄片比较容易 3.可以把辣椒面换成干辣椒丝,或者是青椒丝 4.用辣椒面低化,做出来的口味更像是烧烤 4.炒鸡蒸一定要大火快炒 5.洋葱的炒制时间要短,下锅后翻炒均匀就可出锅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 帮问TTnews.xyz过去更多相关资讯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